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上海 我其實只是很好奇 到底能不能翻牆進行直播 因為呢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邊 才學習著用VPN翻牆 所以真的可以嗎 你們順暢嗎 順利嗎 嗨 嗨 真的可以啊 這麼方便 歡迎大家來參觀 我在上海的房間 我就是住還不錯的酒店耶 就是昨天一進來啊 我就想說 也太大了吧 有一種那種豪宅的感覺 因為我想說上海應該也算是 寸土寸金的地方 結果你看一進來就是 這是床 欸 很後面有沙發 然後這邊就有床 然後而且呢 還有很大的浴室 然後很方便 它房間有一個滾銅洗衣機可以洗衣服 我現在瘋狂在洗衣服當中 我就想說 反正不要錢的不用擺不用 然後明明衣服也是乾淨的來 就硬是洗了 每天洗衣服 哈哈 我只是測試一下那個 到底能不能順暢的直播這件事情 我其實不會直播很久 因為等一下六點鐘的時候 你們五點五十五分要提醒我 因為我等一下要發那個QC管的環保吸管 就真的不是業配 就真的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很多人想要買 然後他們想要有團購價 所以我就真的去問了 然後問到那個QC管都以為我要賣 我就說我就沒有要賣 我只是說有沒有團購價 然後後來就是跟它拗很久 它就說好啦好啦 給你經銷商七五折 所以就是它給了一個賣場 等一下我六點要準時發 因為它只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 沒錯 衣服跟像節目同款 就是一個Made in Taiwan的品牌 叫做Wonder 但我不確定它倒了眉耶 因為我個人是蠻喜歡它的衣服的 但是今年冬天的時候 本來想要再多買兩件Cashmere的貓衣 結果就找不到網址 然後之前有人問我Wonder 我就跟它講 然後它就跟我說好像就是沒有了 呃... 反正我現在人就在上海 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就我今天呢 去辦了銀聯卡 就我很想知道支付寶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 大家就說你必須要先擁有一支 中國的手機號碼 所以呢 我就去辦了一支手機號碼 然後就為此去得到了銀聯卡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去刷卡 因為我今天工作結束之後 我第一時間就衝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出去刷我的支付寶 然後就要去刷卡 很酷 對 所以就是我今天的任務這樣子 呃... 這件衣服就是走一個性解放路線啊 就裡面要...裡面要...要穿一下 我現在是用個自拍棒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全景 不過我個人非常的滿意就是... 就是可以透過VPN直播這件事情 有一點感動 因為我以為VPN會跑非常的慢 結果沒有想到 比我想像中的順暢太多 嗯... 就如果我... 可以用了支付寶 我就是一個非常先進的人了 因為不先進的人 就不懂得怎麼用支付寶 所以下午可有了支付寶 也有了銀聯卡 就特別的厲害 嗯... 剛剛看有人問我說 有... 有那個... 瘦身秘訣嗎? 就是看中醫啊 其實我... 其實我只是因為最近 我不斷在渲染 我最近很瘦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 慢慢的變很瘦很久了 只是最近我... 因為我之前沒有認真積極的面對 我其實很瘦這件事 但我最近就是因為我要業配一個品牌的牛仔褲 然後呢 那個... 廠商就... 因為我之前就是他們家的愛用者 我已經連續穿兩年了 然後廠商就要說要寄新的給我 我就說 我之前穿26號 然後廠商... 我本來想說26號就好 廠商就說 要不要挑戰看看25 所以我就很... 不要臉的說好吧 那不然你就先寄個25 我看看 如果不能穿的話我再還你 結果25 但是我...我竟然套下了 我就覺得... 根本就可喜可喝 要普天同慶 我覺得要放鞭炮了 然後是我最近就一直很想渲染 就是... 我竟然穿得下 就是這一件牛仔褲 欸... 來看一下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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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太到 反正就是非常... 反正它就是一件... 一件... 痾... 很緊的牛仔褲 但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它 我一直都很怕它停產 他們來找我業配的時候 我第一個問題就說 你們會停產嗎? 欸... 現在幾點? 後面的人就是我 倒影 你等不及我今天要分享的 QC管的團購 我也沒辦法 而且我跟你講我真的半毛錢都沒有賺 我跟你講我... 在此對天發誓就是... 我完全的沒有業配欸 沒有要賺錢 但是我就是拗廠商拗到 它真的以為我要賣了 就是為了你們啊 所以24小時 等一下趕快去買 55分 記得提醒我 反正那件牛仔褲 我就非常的喜歡它 然後呢 它... 痾... 因為它... 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找一件 謝謝提醒我 現在51分是不是 我可以再跟你們講話4分鐘 就是我之前一直很... 很想要找一件那個 宋志小午在Running Man裡面 常會穿的那種 非常緊身的牛仔褲 然後看起來 卻又很好活動 而且看起來腿超細的 然後反正我之前就是有被他們的 臉書廣告打中 然後我就買來試試看 因為很便宜 痾... 那時候我還買原價 但是原價對我來說 我覺得也沒很貴 我就買了 然後結果買了之後 我就驚為天人 想說怎麼會如此的 完全符合我內心的需求 結果後來就是... 因為上天聽到我的渴望 反正就剛好這廠商就找上了我 然後他們原來一直也都默默的愛著我 我就說那我也愛著你們啊 反正就是他們的牛仔褲 我竟然穿了下25 我真的感覺到不可思議 因為我之前買的時候 26我都還要有一點緊 拉鍊有時候有一點開 但我現在25我跟你講 合得不得了 拉鍊可以完整的拉起來 不會這樣開 所以我最近就很愛 要渲染自己有點瘦這件事情 但現在就是一種 把自己走到死胡同的境界 就是如果呢 我變肥的話 我牛仔褲就穿不下了 所以我必須要維持 維持現在的狀態 然後至於變瘦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看中醫吧 然後... 心情好健康你就會瘦了 真的啊 不然咧 就大家以為說我都沒吃飯 不 我都有吃 就我是算是看中醫裡面的人 蠻不認真的吧 就大家可能都會有藉口 什麼的 忌口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但我吃的東西都蠻健康的 就是跟以前吃的東西 是差不多的 只差別變動變陰 大概就是我有吃中藥 然後... 然後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的那個品牌 會找我吃一些什麼 譬如說什麼... 什麼酵素啊 就是吃了之後 你就會一直大便啊 然後每天就拉很多屎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會找我吃一些什麼 戒...戒斷澱粉的東西 就是你在飯前你吃那個 然後你再吃飯的話 你的那個澱粉就不會吸收 就是我就可能很多東西 雙管齊下 三管、四管 然後就變成這樣 好了,現在幾點 現在已經... 喔,酒店真的很豪華 我跟你講,真心的豪華 喔...喔...喔... 再看一下 我的...我的...我的床 一個人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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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洗衣服 我的洗衣服 我的洗衣...洗衣間 然後... 真的很豪華 有一點厲害 唉... 搞到我都蠻想要常來的 因為我之前就覺得很累 很不喜歡出國 要出國 或是要到海外 反正就是只要要離開... 不要說... 不要說出國了 離開台北市我都覺得疲憊了 但...但因為酒店有點太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以常來 嗯... 好了... 好了... 剩一分鐘我要關直播了 哈哈... 我可以上了 好了,各位同學 時間到囉 大家晚安 好順暢的直播 好開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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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